好的各位朋友 那麼我呢 今天呢原本是沒有要上線 因為我拿腳踏車去修齁 修腳踏車就是換前輪胎 前外胎 然後還有就是要修我的變速線 因為我的變速線有點問題 所以有時候變一變呢就會落鏈這樣 那換前輪胎是因為它真的是磨平啦 前幾天呢就是下雨嘛 然後我就滑倒啦 所以要去換一下這樣 本來想說可能沒有修這麼快啦 因為腳踏車店也說要留車嘛 我想說留車OK囉 就給它留囉 這樣子 本來想說要修個一天這樣 沒想到腳踏車店修超快的 在這個4點多的時候 就通知我修好啦 那我想說啊 那我就今天還是出去跑好啦 那幸好我是這樣子齁 平常我這個裝備都會放大箱裡頭 所以就直接就是 腳踏車店呢 就是取了車之後呢 就直接這個騎到這邊來啦 現在我在這個中山足球場旁邊 現在不叫中山足球場 現在叫做花博 那我現在呢 今天的坐在目標是 拿到這個燙獎就回家 那我這個燙獎總共是2階齁 1階5階1階10階齁齁 但是因為我那個 呃 禮拜五的時候齁 我有多跑一階 所以等於是4階 跟10階加起來14階 那我是打算就是把2階接 就是這14階 就是這14階 把它拿到 就下課回家 哦 這樣 所以今天就是順順的跑 那麼 我有想就是 為了跑燙獎 我是這個 啊 其實 14階也好跑啦 管他的 反正 就不要太誇張了 我都接 這樣子 好 我在這邊等過馬路好了 好啦 廢話不多說齁 我已經上線了 現在要等要過這個 民族西路的這個紅綠燈 哦 一樣往老地方前進齁 這樣 看看今天 現在5點了啦 5點也還好齁 那就是順順的送啦齁 把這個燙獎拿到 OK 好 各位朋友 我才剛騎到民族西路站齁 系統馬上就丟麥當勞的單給我啦 然後我靜靜的啦 就是送到 送到那個 那個隔壁條路啊 大概是燕屏北路那邊 因為我看地圖 大概是那個方向這樣 還很近 哦 啊 所以就40塊囉 不管 有單就接啦 今天就是 拼燙獎 好 那各位朋友 我把手上的這個麥當勞的單 很快速就把它送掉啦 輕輕鬆鬆 好 好 那麼 我現在要 再慢慢的騎到那個 一樣啊 往老地方 這個方向前進 啊 啊 反正今天呢 就是這樣子 啊 順順的騎 啊 不過呢 剛剛在取餐的時候呢 取麥當勞的餐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啊 啊 啊 有一位這個熊貓的夥伴呢 啊 他在那邊等餐 等一等呢 這個 啊 就發現他的那個餐點呢 一大堆 已經在那個架上擺好等他了 他意外發現呢 啊 原來對方呢 客戶沒有買塑膠袋 然後他就 稍微有點猶豫了一下 然後 最後還是決定把它接起來了 他就沒有氣單 這樣 那但是呢 他還是 可能有點不太愉快吧 這樣子 他就先拿了飲料出去 這樣 那我旁邊呢 也是一位熊貓夥伴呢 看到他出去之後 就偷偷跟我講說 要是他的話呢 他就會直接就是跟這個店家 發個兩塊錢買個塑膠袋 然後把東西包一包就馬上帶走了 他說 其實喔 這個 這個兩塊錢 啊 就是 對自己也方便啦 這樣子 那我想也是 因為要是我的話 我也會這麼做 哈哈 因為那個 花兩塊錢就可以 這個 解決這個問題 雖然是我出錢 但我覺得 就算了啦 因為這個 客戶嘛 說不定客戶是忘記買 這樣子 有時候客戶可能也 這個 幫客戶著想 這客戶應該也不是故意的 這個就讓我想起 上一次呢 我也是接到一單 一單麥當勞的單 這樣 富北麥當勞 那 不是富北啦 民權 民權動物商店麥當勞 結果我送到客戶家的時候 客戶還特別傳訊息告訴我說 幫他掉在門上 我想說 嗯 怎麼掉在門上 因為他沒買袋子 最後我就把飲料掉在他門上 然後呢 那個 麥當勞 那一袋麥當勞的餐點 把他放在他旁邊的窗台上 我就 傳訊息給他講說 很抱歉 因為你沒有買袋子 所以沒辦法幫你掉在窗 客戶反應超大 他說 他兼職他有買 我說 沒有關係啦 因為一般來說在麥當勞 你有買袋子的話 麥當勞都會幫你把餐點包起來 包好好 那我去的時候看到你沒有包 那就是沒買 不然麥當勞應該 就會幫你包 然後我請他去跟麥當勞吵 我就不理他 說不定客戶真的忘記買 那他堅持有買 但我覺得那也不是我的事情 我是負責把餐點送到 這樣子 好啦 大概是這樣子 反正我覺得這種事情真的很看個人想法 有人覺得說 哎呦 那客人應該要去負責那個塑膠袋的錢 那有人就覺得說 沒關係 我為我自己方便就好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 這個就是 自由啦 自由 每個人都有可以自己的選擇 這樣子 好了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這個明泉東路三段 106巷裡頭 我現在要往這個東區慢慢前進 那我以前呢 是 呃 差8分鐘就要8點 然後我只跑了9的 哈哈哈哈 還差5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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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差5趟才會14趟這樣 那麼 今天的這個送齁 就 唉 碰到了兩單讓我等的啦 所以才會變得很慢 一單等了15分鐘 另外一單等了10分鐘 這樣子 那我本來是想說 反正就慢慢送嘛 那就把它等也沒有關係 喔 所以沒想到 整個這個 呃 這個運送的這個 呃 這個 呃 送餐的這個節奏 就被 拖到了 唉 實在是很傷腦筋啊 不過也沒辦法啦 它就碰到了嘛 啊 現在就只能夠就是 再 跑 跑勤一點吧 看看能不能把這5趟把它補 把它補出來齁 啊 今天碰到蠻多腳踏車夥伴 啊 而且 大多數都還騎人力的 哇 各位朋友 不錯不錯不錯 不錯 啊 這個騎騎這個人力腳踏車 送齁 是很好的事情啊 啊 好吧我現在 在 好啦我去東區晃一晃 各位朋友 目前我在這個 小巨蛋站旁邊 那我已經等了 哇 十幾分鐘有了 因為我剛來買水 然後就 上網路 然後看看 刷刷Facebook 看看賣 就十幾分鐘過去了 好啦 這邊確定沒有單 我要往東區跑了 好的各位朋友 我現在人在東話南路的這個巷子裡面齁 東話南路一段巷子 那我剛把我 手上最後一單 送掉了 也就是我這個 二階跟三階燙獎的最後一單 所以我已經送了十四單 各位朋友 十四單 那我二三階燙獎是已經拿到了 所以我也下線了 不囉嗦 直接下線 那其實我剛剛齁 應該是系統出問題 然後我自己也沒有仔細算 我到我跑幾單 所以我剛剛一直以為我只跑九單 然後我還在那邊惆悵的時候 原來系統少算我三單啊各位朋友 然後我剛剛 就是還在那邊傻傻的期盼 就是還能夠再衝五趟了 沒想到 系統啊 在我重開機兩次 因為我一直等不到單 然後我就看一下我的手機發現 我手機被斷線了 也就是說它看起來像上線 但其實它是離線中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像這個 這個狀況之前也有碰過啦 好像就是在一些網路 只要收不到訊號的地方 系統就會自動出這個狀況 然後我的重開機兩次嘛 我先重開機一次發現 怎麼系統要除錯 就是這個APP要跳出 它好像是寫說 屢次連線不上還是什麼東西 我也忘記了 那要除錯 好啦 那我想說 除什麼錯 我直接重開機就好 於是我又重開機一次 系統就正常了 也連上線了 但那個時候呢 我一直以為我只跑九趟 一直到我後來接到了 最後兩單 真的是接到最後兩單 之後 最後 等一下 最後三單 不是最後三單 倒數第三單 我講錯了 後來我接到倒數第三單 也就是一單麥當勞 然後我去接 等一下 九十 十一 十二 十二 十三 沒有沒有 講錯了 倒數第二單 接到倒數第二單 這個麥當勞 中 這個中校動物四段 這個 其實九號那些麥當勞 然後我在那邊慢慢等 慢慢等 慢慢等 然後就拿手機起來 再玩一玩 然後就刷一刷 然後 看看 不是這個 我呢 到底 還差幾單啊 什麼的這樣 反正 大家無聊的時候 大家都會幹的事情 我也在幹嘛 在那邊弄弄 一百八線 靠 原來我已經跑了十二趟 意思是 系統 就是 默默的 就是 少算了我三趟 然後又還給我了 然後 當下 真的是在麥當勞 笑出來 不過 那麥當勞 也等超久的 然後 那個 店員在那邊準備的時候 在那邊準備準備準備 我就看他怎麼先包一包 然後 我就看我的那個 就是 手機上面 總共有 六樣 六樣商品 然後 六罐飲料 然後我就想 心裡已經 這個 有了這個心裡準備 這是大單 那我接的時候 其實我有看 它是九十多塊錢 那我想說 哇 九十多塊錢 這個當然還是給他接 這樣 好 那麽就看 包包包包包 包了三大包 然後 他就悠悠閒閒的 跑去 拿那個飲料 結果他 那個三大包 他只拿了兩包給我 然後給我三杯飲料 他說 我後來把它拆單了 所以你就先走吧 真的超好笑 麥當勞那個店員 真的超搞笑 然後我就趕快看一下 我手中的APP 果然沒有錯 已經從本單的單量有點大 變成說 此單有兩位外送員 你只需要領其中一份就好了 原來是 我想 應該是這個 麥當勒店員 可能沒想到會中了一大堆吧 然後他想說 通通包好之後 看到我一個人站在那邊 就幫我拆了蛋 我都沒有講什麼 我本來很認分的想說 啊 這個 三大包 然後六杯飲料 我可能要跟他要那個杯架了 因為我沒有杯架的 各位朋友 我 我就只有那個塑膠袋 啊我是沒有杯架 我想說啊 可能要個杯架吧 欸 沒想到他幫我拆單 喔 真的是當下真的是爽的笑出來喔 不過喔 剛剛我在領 我剛剛在領餐的時候 旁邊的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 麥當勒店員在負責另外 另外 另外一份超大單 喔 超大單 是那個熊貓 在等這樣 啊 那個麥當勒店員也是幫他 拆兩 拆成兩單 拆兩單 可是他那一份總共有 看一下 2468 八大單 八大單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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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拆成兩個的 齁齁齁齁齁齁齁 那個另外一個店員 可能覺得熊貓比較威武 Bare 齁齁齁齁齁 那個 eight大單 然後十幾杯飲料 只需要拆成兩單就可以了 笑死我 好啦 OK啦 那麼今天就這樣很 非常的歡樂的 這個 度過了一個晚上 兩階燙獎也都拿到了 我要準備回家啦 然後明天 明天禮拜一齁各位朋友 我跑過頭了 天啊 我忘記明天禮拜一其實也算是 週末的燙獎 天啊 我真的忘記了 我還很努力把它跑完 等一下讓我好好研究一下 等一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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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實在是 等一下讓我看一下 對齁明天禮拜一也算週末燙啊 哎呀 今天我跑了二三趟 然後還有四五六七 等下四五六七 對還有四五六七趟 好啦明不然明天就跑完第四趟好了 我明天跑個十 第四趟的行程 然後把這個這個第四趟 燙獎拿到好了 哎呀 這個真的是喔 其實 這樣可能我下禮拜這個週末燙獎 會不會往上抬耶 好啦沒有關係啦 我就已經搞了這個飛機了 目前也只能這樣 哎唷我今天跑得太爽了 我完完全全沒有想到要 就是今天今天跑個 跑個 第二標啦 然後 明天再跑第三標 我腦袋一直想喔 今天是週末燙獎 最後一天 把二三標都跑到 都把它拿到 哎呀 好啦好啦沒關係 啊 我有的時候 就是在外面跑跑 就是 頭昏眼花的 哎其實喔 講老實話 我好像 不是好像啊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狀況 我染疫過 去年十月 十月左右染疫 之後我的腦袋就 常常會忘東忘西 然後有時候就這樣迷迷糊糊 我自己有發現 其實我自己有發現 因為 我有時候常常會這樣子 突然間 啊 天啊我怎麼會 怎麼會忘記這樣子 這個不知道該怎麼辦 不知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困擾 看看大家是怎麼處理的 好不好 算了算了算了 不管不管 明天我就跑個第四標吧